大家好我是龐德 最近有網友在問我說呢 他說哎呀他們發現他們的車子啊 就是感覺目測 在平地上的時候呢 覺得車身是歪一邊的 歪一邊的 然後呢拿皮尺去丈量 就是從葉子板 量到地面 發現說呢高度是不一樣的 那麼就想說哎呀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車身有問題啊 還是說呢這個避震器的彈簧啊 是這個原廠就有瑕疵啊 然後呢有些原廠可能告訴他說呢 這個是屬於正常的 那這個到底正不正常呢 來這是今天呢 老師跟各位聊的重點 一般所謂正確的 前軸或後軸 他的正確高度呢 一般來講的量法呢 是從葉子板 葉子板就是你的輪軸 往上 切到葉子板 OK 從這一點呢 量到 經過 原心 輪圈的正下方這一點 好輪圈的正下方這一點 好比如說這一台車呢 1416的318的前軸 原廠的標準的規格沒有改裝的 這個量出來呢 是 62.5 好那為什麼要量在輪圈的下端 而不是量到地面呢 因為這個高度呢 取決於彈簧 取決於板件 然後呢也取決於輪胎的 這一個所謂的這個打的胎壓嘛 所以呢 你必須排除掉胎壓 所以今天當你要以目測來看你車身是否歪斜的時候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要確認一下你左右的胎壓是一樣的 OK 然後呢再去 精準的測量 輪圈的下緣 到 到葉子板的這個高度 是否是勝確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看這個左前是62.5 那右前是多少 好我們現在量到右側是 63 63 好那這個結果就衍生一個有趣的話題 你看這是一個原廠車 然後呢沒有改過彈簧 那麼左邊呢62.5 右邊呢63 也就是說右邊比左邊略高了半公分 但是呢你說目測上有沒有歪斜的感覺 這個車 我大概 天天在開喔最近 我倒不覺得目測上有什麼問題 但是呢我們如果說目測不準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用 儀器呢量出來說車身到底有沒有傾斜 我們想想看 車子有任何地方 是水瓶的嗎 好以引擎蓋來講 因為引擎蓋多半有弧度 你很難找到一個完全水瓶的部分 所以呢水瓶儀應該架哪裡有有點困難 那我們現在約莫呢 我們就來找兩個 一樣高 一樣高度的這個煞車油 然後呢 都放在 放在呢兩邊的 這個 雨刷噴頭的前方 這樣位置呢應該是平均的 好 這個時候呢我們再在上方架上水瓶儀 好我們看這個時候測出來是多少 我們鏡頭拉近看 我們這樣擺放之後呢可以看到氣泡呢 是稀微 稀微偏向呢 我們的左手側也就是車頭的右前側 一點點 並不多 而這樣的誤差程度呢到底是不是在合理的範圍內 當然你說 避震器左右的高度 當然關係到車體的外觀啊 平衡啊 但是呢車子這麼大一台包括板件包括彈簧 等等的因素 不可能完全的精準 那我想各個廠呢都有它一個標準值 就是依照我剛才講的漲量的方式 那我們只能說假設 假設呢 這每一台車啊 它的板件 跟它的內規的相對位置 都是精準的 都是精準的 漲量出的結果呢才會是合理的嘛 所以以我這台車的例子來講 我們看起來呢右邊的葉子板的高度呢 的確是比較高的 而量出來這個氣泡啊 也的確顯示呢右邊是稍微抬高了一點點 也就是說呢這樣子來看我這台車的 所謂的葉子板上緣 跟你的避震器上端的所謂內規的高度呢 是齊平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如果說是原廠的避震器彈簧 也動不了 也沒什麼辦法 去墊墊片嗎 也很奇怪 OK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要改善的話呢 當然可以選擇坊間賣的這種所謂的高低 可調的避震器 好那我們來看看 好所謂高低可調避震器呢 通常大概有兩種啦 一種就是呢 筒身的長度是固定的 然後呢這個彈簧啊 好彈簧下方的 我們講預壓啦 或是說下方的底座的部分 高度可以跟動 或者呢 是像這一種的 就是呢 除了彈簧下方可以跟動之外呢 筒身長度也可以改變 現在如果說單純是要調整 這個車身上下高度的話呢 如果你是兩種都有的話 那應該是改變筒身的長度 那如果呢 你筒身長度不能改變的話呢 你也只能透過 透過提高 這個彈簧的底部 來升高車身了 來我們試試看 好我們現在假設說要把這個車子抬高 一公分好了 好我們先把這一個 固定的這一個 好懸鬆了 好懸鬆之後呢 好懸鬆之後呢 你透過 羅牙的旋轉 好長度就會改變 好這鍵隙慢慢出來了 表示呢長度在延伸當中 好我們看現在這樣子延伸多少了 好這樣約莫呢已經拉高了 半公分左右了 好那我們這樣提高了半公分 我們再把羅牙旋頸 我們再用一個 好這樣子呢我們這一邊呢就升高了半公分 那麼如果左右要平衡的話呢 另外一邊有同樣的做法 升高0.5公分 好因為呢車身的高度主要取決於呢 車子放下來的時候呢彈簧 擠壓的一個程度 所以呢我們現在彈簧不動 等於說落地之後擠壓程度是相同的 但是下面的統身長度拉長半公分之後呢 那你車子落地之後呢 約莫車身高度也會提高了半公分 好所以如果說你今天一定要調整整台車的 這一個車身高度的話 成為我剛才前面講的 你葉子板跟輪圈的位置調出來之後 就算左右一樣你車身是否完全水平 其實也不見得 也就是說像這種高低可調的避震器呢 它其實主要的目的呢 是第一個 車子的 車頭和車尾的高度調整 好也就是整車的車頭車尾高度 左右的話呢 比較著重在呢 所謂的四個輪子單獨的壓地重量 好所以在這個賽車的時候呢 他們是在每個輪子下方放一個這個電子秤 然後呢 透過車子放下來的時候 每個輪子壓這些電子秤 壓在他身上的重量 如果比較輕的 就彈簧調長一點讓他壓重 如果呢 比較重的呢 彈簧調輕 好這樣來做個細部的微調 當然我們並不是賽車 沒有必要做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呢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麼 好 如果說你只是要眼睛看起來 你覺得是平的 那找一組這種所謂高低可調的避震器呢 似乎是個解決的方法 如果說你是為了性能的話 那可能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討論 今天這一集關於車身高度的調整呢 希望你會喜歡 我是龐德 下回見 掰掰